全亞洲規模最大的國際農機展 今年是在桃園盛大舉行 總統蔡英文親自出席 肯定廠商展現智慧農業的軟實力 國際農機展一時桃園舉辦 是全亞洲規模最大 集結本土品牌跟美日等多國 進口最新農業機械 這次展覽約有800家廠商展出最新機具 總統蔡英文看到先進的農機具 還特別了解她的性能 政府推農機具自動化 去年補助大小型 農機具各八億 今年補助截至目前為止 已經超過十八頂七億 由於農業面臨勞動力老化 跟勞動力不足的問題 除了提供機具補助之外 最近缺水乾旱 北部水晶吃緊 桃竹苗農地停灌 稻作補償每公頃十四萬 不過有農民抱怨補助太少 以這樣的一個價格 在目前我們瞭解農民是可以接受的 依目前我們瞭解的農民 對於這個十四萬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這十四萬已經包含了 他的賺款 也包含了 他的所有的生產成本 農委會強調補助金額一定高於 農民可以得到的收入 補償申請作業 第一天人數就將近兩千人 第一波先針對稻米 預計十月二十三號之前 公告其他作物補償辦法 面對五十六年來最大乾旱桃竹苗 冠區開始停灌 未來雜糧等其他作物 有受到影響都會給予補助 損失的部分政府來丹跟農民 正在同一陣線 記者小米摔摔劉偉 SV小組桃園報導